操作实验摒弃凝神 他是台师大生科学院助理教授王丽婷 他和高一大医学研究所共同组队 花了三年时间破解C肝的致癌密码 他在肝癌的进程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从肝癌的产生到肝癌的转移 都是发现说ISS会有高度的表现 在台湾C肝约有40万名患者 B肝虽然是国病但有效的疫苗问世 已经42年 C肝不但没有疫苗 药物的治愈率9成5 原理却是被动的抑制病毒复制 就像没被关上的水龙头 现在C肝的药物 基本上它是阻止了病毒的复制 它只是延缓了肝癌的产生 那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患者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比例 是产生肝癌的 研究团队发现 C肝病毒的核心蛋白 可以控制人体的相形基因 ISX会促使肝脏跟人体堆积脂肪 还会抑制免疫力 让肝脏纤维化 等同是按下癌变的开关 在HCV感染之后 这个核心蛋白 大量表现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ISX剔除掉之后 是不是后续在动物上面 也没有这样的情况的产生 不止癌症如此顺藤摸瓜 C肝还可能跟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有关 此项发现说不定有助开发多种疾病的药物 细形肝炎感染之后 其实它引起的并不仅仅只有慢性的肝病 它也会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我们希望就是说防止这个代谢性相关疾病的产生 作为计划的重要执行者之一 王丽婷泡在台师大实验室里 与放在培养米的肝癌细胞常常面对面 会立志成为打癌先锋 还有一个这样的原因 我妹妹就是得癌症 就是白血病 爷爷得胃癌 然后后来过世 然后在隔年父亲因为黑色素肿瘤也过世 那如果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这个癌症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更久 努力相信会有回馈 团队的研究已经刊登在知名期刊 先进科学被国际认证 只判有朝一日成为急迫癌症的解方 大爱新闻王以谦 检员及林立一台北报道